周国贤家族经营海味生意 近日有指周国贤家将自用多年的位以约7300万元估出 持获33年赚于6200元离场 周国贤透露家族海味生意多年来游递打理 而这次试换将转型做网上生意 其实捐不少艺人都出身富裕 家族生意做得非常成功 过并不是人人都有参与打理家族生意 他们大都是由家人打理 自己则专心于个人的演艺室 但亦有一人选择半途吸引 回家为家族生意笑 天王郭富城虽然于乌村成长 直至入行才签出位 但其实郭富城家族几代都是经营金生意 净不错 郭富城曾与有线节目主播会客室中分 家族的金生意已经经营了几代 郭富城表示 阿爷 太爷葛代开始 一路内地坐到香港 去到阿爸那代 阿爸希望我爹子成父耶 郭富城透露 行前曾在一间大规模开金学习基本知识 以将来经营家族事业 学点样管理算账 用金 手工 后成本几多了解 左那样也先可以由幕后转到 钱 目前意思极细做柜台同低刻推销 郭富城家中排行最小 有两兄两子 郭富城入行后 主要二哥郭富根打理家族生意 1990年郭富根在店内遇 郭富根因追贼而中腔身亡一下 郭富城为父亲照顾家庭的责任 现时郭富城家族的金 一结业已20年 亦没有家人再从事相关行业 郭富曾表示感到可惜 更只希望重启家族生意 前TVB1小生林峰祖父林孟飞毕业于黄浦军校 曾是萨警备司令部参谋长 厦门经济特区顾问 福建省协副主席 而林峰父亲林华国则有厦门李嘉诚 称在厦门经营经营房地产生意 拥有多个物院商场 另外亦有建筑材料及工程生意 根据2009年的到 林峰家族在厦门拥有的物业总值约20亿元 身为长子的林峰曾表示有意回乡打理家族 亦林峰表示始终要负起这个责任 总有一日要去帮乌企 其他文章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版 请立即更新浏览更精彩内容